开票作业陆续展开 依选委会的资料 这次总统副总统选举人人数为1931万人 根据自由时报在蔡英文竞选总部外 下午早就涌入大批支持民众一同聚集 准备观看开票结果 三点半左右现场已超过千人聚集 而韩国瑜竞选办公室 则是在高雄市建国路封路开票 不过根据报导下午三点半左右 来抢位看开票的韩粉只有几百位不如预期 韩国瑜也将在开票结束后召开记者会 确切时间尚未确定 TVBS报导截至下午四点半左右 蔡英文在新北赢了韩国瑜2万块3万票 台中赢了1万多票 高雄赢了1万近2万票 在其他三都台北桃园台南 蔡英文也都是持续领先 韩国瑜目前仅在苗栗花莲金门的票数 多过于蔡英文 而全台的六大章鱼歌里 也都是由蔡英文持续领先 截至4点40分左右 民进党蔡英文得票已逾100万票 民先领先国民党韩国瑜所得的69万票